由杨子指导成龙 刘浩存 郭其林等人主演的影片《龙马精神》将于本月7号上映 片中成龙和搭档赤兔马真打实摔的画面感动了不少影迷 日前影片的导演杨子接受我们的栏目专访 分享了影片拍摄幕后的精彩故事 并直言成龙才是这部影片的最大功勋 中国电影报道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龙马精神这部电影的编剧导演杨子 我把他们的星人打得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他们很简单 行动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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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龙虎武士 永远看 大哥马上就要迎来自己69岁的生日 也是他从影60周年 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那拍摄这样一部影片对您来说有压力吗 拍一部成功电影一定是有压力的 但其实在拍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部影片 可以落脚在大哥的从影60周年的 这么一个重要的年份 当时的那份压力仅仅是来源于 因为它不单是一部成龙大哥的电影 而且我们又加入了马的元素 如何能够非常好的表现 马在影片里的呈现的这种一个角色感觉 让它不至于影响大哥 甚至不会影响任何一个演员的表演 因为我们这次完全是我们国内自己的马术团队 去完成所有的里边的马的训练和表演呈现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大哥和赤兔 在影片当中也共同完成了非常多惊险的动作戏 我听说大哥有被赤兔伤到是吗 赤兔毕竟还是个旁人大物 它也不是想伤人 它就是在移动的时候会不小心踩到你的脚 或者在跟你玩闹的时候 因为它毕竟是个大体格的动物 它的分寸不会有那么准确 但是大哥在他身边即便是疼了 也不会表现出来 因为他马会愧疚 他会明白他伤人了 所以大哥第一时间的笑眯眯的去安慰他 没事没事 然后保护他 保护马儿的那一刻的心情 这种小小的受伤 用大哥的话来讲跟没发生一样 所以这也是人是个硬汉 给他踩了三脚 因为他那个马匹 踢了五十秒 他咬我一口 一口大的 他咬我 踩我 我就帮我从你 但是说到惊险 其实最惊险的动作反而是最安全的 因为这一定会得到所有的动作团队 在前期的无数次的尝试和排除 一切可能性 确认再确认 往往真正发生惊险的那些 小点都是觉得好像应该是最 意料之外的小的过场 我们捕捉到的一些惊险的画面瞬间 其实都来自于这些小小的过场中的意外 所以您在和大哥合作的时候 包括导演这部戏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些和他意见相左的时候 没有相左的时候 但是他会提醒你 因为他能关注到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是本能 他会悄悄把我拉到一边 导演 你觉得我们会不会需要一个这样的镜头 我一愣 我说大哥我们不是不需要 我忘了 他就笑一笑拍拍我的肩 跟大哥合作一次 你真会发现 我在电影层面太菜鸟了 所以都不用说是意见相左 而是当他提出一些意见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是更好的方案 这是帮助 这是提醒 所以对电影的保护 大哥是最大的保护者 这部影片马上也要跟大家见面了 作为导演再给观众推荐一下吧 这是一部充满了大家熟知的成龙电影的那些美好 欢笑 然后还有感动的这样子的一部电影 所以在4月7号 成龙大哥生日这一天 他将登录到一幕 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去支持这部影片 以及感受我们对成龙大哥的那份爱与敬 龙虎无事 Never Say No